您最初是哪里人啊 最初就是北京人 从小说像什么 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的 那么1982年的时候呢 北京曲艺团招生 那时候因为过去还没有专业的院校 去培养曲艺人才 那么都是以团代班的方式 北京曲艺团一共培养了五批学员 就团代班的学员 第一批可能大家喜欢看评书 看曲艺的人知道是马齐老师他们 第二批呢 就像王千祥 李金斗老师他们 第三批是崇玉杰老师他们 第四批呢是张志强老师他们 我们是第五批 你跟那个王千祥老师啊 李金斗老师都算是校友 对 因为 但他们都是您的老师 因为比您年纪大多了嘛 那都是看着我长大的 而且呢就是我在他们 可以说都是在人家家里吃饭长大的 又到人家学能耐 学完能耐呢 说别走了都中午了吃饭吧 那就吃吧 压根也没打算走 就等那句话 因为你想啊 那个师母们做的那些饭的 饭香味都飘过来了 后来发现所有向上演员的师母 都会做饭 而且有的做的都非常有名 对对对 马家馅饼 对 您都在谁家吃过饭 我在这个 千祥老师家 千祥老师家 我们这几位什么 金斗老师家 长宝华老师家 当然这都是 不是我们团的 但是也都教过我 这个 我的师爷 王世晨先生 刘洪怡先生 包括 你还回家吃饭吗 我看你这走一圈一周够了呀 你说对了 我们小时候住校 回学校就是吃食堂 我那饭片永远是比别的同学多 为什么呀 是因为我竟在老师家吃了 哈哈 哈哈哈 你真感谢 老师家 我这次就算了 我家宝华老师家